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诗涵 欢迎再次收看厨娘想揪揪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跟我一样来自我的故乡花莲 是非常年轻的这个方玉祥 我们欢迎玉祥来跟全球观众朋友 分享两道非常精彩的料理 玉祥跟全球观众朋友问个好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鲁鱼它的刺比较少 那我们的鱼就先拿去蒸 对差不多蒸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OK好 那蒸出来的汁要不要 我会建议你用米酒先稍微去腥啊等等 那它蒸出来的汁它就会是 有点类似米酒跟鱼汤去做结合 就是香的 对那我们就会留着 没错 OK 好那我们现在鱼蒸好 我们来炒上面那个麻香的料 OK好那蒸好的鱼 大家可能观众朋友看到我们这只蒸好的鱼 诶芝是变了 好要怎么变成这样 有什么配搏要让它这样子 那我今天是把头剖开 肚子这个部分我们有去做剖开 哦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 它就可以好像那下巴这样子 对 它除了看起来比较大气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 这样子它能够让鱼对流 我们蒸的时候不会说 上面已经熟了下面还因为靠着盘子 所以它没有熟透 好 那我们这道菜比较重点的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这个炒糖的动作 哦好 对 那我这边有准备我们的辣油跟花椒油 那它是用1比1下去做调配 这个看起来好辣哦对不对 其实我们做红油炒手都会用到 对 就辣油跟花椒油一半一半这样子 对 那我这边因为很多人会没办法接受那么辣的辣度 所以会加一点点我们的沙拉油下去 所以这样也蛮油的耶 对不对 现在是清蒸的 那我们这边就转小火 然后我们下我们的糖 那这个糖的话会下重一点 会下到跟辣油块要1比1下去 对 那这样吃起来会不会太甜啊 它就是甜甜麻麻辣辣的这样的感觉 对 它比较新像新传菜 贵州菜吗 对新的传菜 新的传菜 那我们就要先小火下去 把我们的糖炒到半农结 有点类似我们在炒那个糖色的感觉 讲到这个炒糖色 我就觉得说 像我有一阵子啊 一个朋友做的布丁非常好吃 我就很想要 我还跑到他去学 因为外面在怎么高级的那个甜点店 做的布丁都没那好吃 当然他也是用很好的这个香草夹去做 那我就去学 结果回来 我说奇怪 我这个蒸蛋怎么就没有 不是 布丁 怎么变得像蒸蛋一样 就是还会穿孔啊这样 其实就是那个火候上面 对 像我们蒸鱼也不建议你一直用大火去蒸 建议你用中火下去蒸它就可以了 就是水滚了之后用中火下去蒸这样 没错 就要讲到这个炒糖 那因为布丁的话底下都会有那个焦糖 没错 好多来宾在节目上都有在教这个焦糖 但实际自己回家做的时候就手忙脚乱 要么就是这个焦糖就是结块了 要么就是煮得太浓稠了 要么的时候发现怎么变成像那个麦芽糖一样 对 有时候可能就是炒不够它就不够香 炒过头它就容易焦掉 是是是吧 那我们看到它开始变成液态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先把它关掉 是 对 然后先搅拌它 它都开始完全变成液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下一点爆香料下去 的蒜头 是 你这种方式比我想像 跟我的想像差很多 我会觉得好像会冒烟啊什么都没有 我们先把汤 跟蒜头 蒜头先做一个爆香 是 对 那我这时候都是关火 因为它油温是够的 哦 难怪 我觉得现在在做料理我发现到说 厨师每个人都打理得非常干净 哦 对 厨房一定要非常干净 以前早期可能就是说盲鱼生活啊 皮鱼这个奔波啊 就是说 现在我觉得整个这个料理界呢 真的是 对 很欣欣向荣啊 然后一票这个年轻人啊 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了 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 然后每一家餐厅都是比干净的 还不是比好吃的 对 比干净的 这时候我们就把肉 辣豆瓣酱下去 然后它有水分 所以我们的糖会变硬化 所以我们都是在开火 这有一点像我在煮这个牛肉面的时候 也要有这个过程 就是炒一点糖 然后炒一点蒜头跟辣豆瓣酱 然后再把呢 翻烫过的这个 不管是牛腩啊 牛腱啊 或者是 这个螺丝肉 就把它炒 把它翻 因为翻过的过程里面呢 再拿去卤喔 那个肉汁它会锁在里面 对不对 然后外面呢比较Q弹 然后颜色也比较漂亮 所以你在酱油上呢 就可以呢 下手轻一点了 没错 因为颜色已经够了 那我们这时候再下我们的酱油 那酱油只要带一点点就可以了 最主要我们要需要一些酱香味喔 对 让我们酱油下一点点 不然它会不会太过于死咸 好 我们都下完之后 我们可以下我们的干辣椒 哇 还不够辣 对对 好多喔 干辣椒我们已经把纸都给去掉了 哇 那真的是 太費工耶 对啊 它就是 等一下干辣椒都沾附我们的糖 它吃起来有点像饼干一样 冷掉之后它有点脆脆的口感 喔 你的意思是说 没事的时候还肯耍脆 对对对 它也可以单吃那个干辣椒 因为它没有 辣度没有那么高 嗯 因为纸都挑掉了嘛 那我们就接下来 就是把干辣椒炒到完全的 有点烹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把干辣椒炒到 有点微微的上色 看起来已经很好吃了 你知道我这时候很想放什么吗 我也很想要放一些碎猪肉啊 把它炒一炒 然后感觉就很下饭了喔 或者甚至放什么呢 那个萝卜干 对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炒到它就开始碰起来了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它 淋在我们的鱼身身上 我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喔 对 就把它淋在我们的鱼上面 它因为有糖的关系 它遇到我们的鱼 遇到水 它就会 巴附在我们的鱼身身上 那我们最后会再给它 我们的 葱花 然后我们的香菜 那我们量会多一点 然后我们最后会用 做一点简单 一点点的呛油的动作 那我们用沙拉油就可以 因为前面有用辣油 我还以为说 摆在上面就可以离开了 没有 因为我们的那个香菜 跟这个葱 这样子吃的话 其实当然都可以生吃 但是 尤其是葱会比较呛 对 怕有些也没办法做接受 所以还是要就是 把这个热油淋在上面 就像我们一般蒸鱼 用那个葱白的 对 葱白葱丝的部分 对 那我们会淋油 主要是又增加它一个香气 而且鱼 我们本身下去蒸的时候 没有加任何的油 所以它吃起来 有可能会有色色的感觉 所以我们加一点 我们加一点油下去 它吃起来会比较滑顺一点 而且它的外表会比较光鲜亮丽 因为这样子油油的 水嫩水嫩的 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它皮怎么干干 所以只要 油直接淋上去就可以 可以 OK 就这样子油 好香喔 好香喔 好 那我们最后再撒上白芝麻 OK 以前我们在做这药串菜有时候会加孜然粉 可是有些人会没办法接受说 我们的孜然粉的那个味道 就很有名算是新疆那边的一些 其实孜然粉在整个地区都 它用的量都是非常的大 只是我们可能比较少接触 甚至有的家在料理里面 我们也吃不出来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郁祥给大家带来的 一个是龙虾的这个炖饭 对 一个是鲁鱼的这个 呛锅鱼 呛锅鱼 对 优优独播剧场上